有我賽 我就是你的力量 各位寵民朋友們 大家好 大家晚安 歡迎透過現場轉播一同 欣賞112選領度 UVA大專籃球聯賽 今天是3月23號的禮拜六 我們在台北小巨蛋 一同來欣賞到公開難一級的四強賽 第二場比賽由健行科大 來出戰到世新大學 不錯 對 庫克當時也有拿下9分的進場 那來看到健行科大 今天先發五人名單 徐鴻偉 劉承勳 蔡神剛 史密斯 以及孫其森 來擔任到先發位置 那麼在世新大學 這一邊有李宗瀾 陳將雙 張俊臣 曾慕萱 以及莎巴斯汀 來擔任到先發 今天呢 是把曾慕萱 這一場比賽正式的展開 先拿到最後這個是 一般給球 張俊臣 低腳外線的三分級 一開始出現本球 曾慕萱 齊婷在中距離的跳投出手 有 對 確實跟主播講的一樣 要健行科大的比賽中 拿下6分 可是他是三投三中的中距離 那曾慕萱其實在八強的接觸手的 把握度其實也有 重點是今天面對到蔡神剛 真的以蔡神剛的 會比較欠缺一些 史密斯 這一球 左手放進 這場比賽的第一個Fill Go 謝謝小姐 在前面 後面 張俊臣 這是一般的該惡禮物 這一個球就要參加到 還是打得進去 可惜剛停 小同體 地牌地板給球 差一點點 史密斯拿到球之後 把球放進去了 非常的困難 但是 給到前面的石魯錫 石魯錫要來跑快 停了一下 劉淺屈沒有出手的機會 難道還是嚴重拔腳 兩分球級 好 來開始拔球之後的超級成功 江振兒給到後面拖車 江振勝 在籃底下 在籃底下 即使就沒有放進 再來一下 沒蓋掉了 包拉板球 劉淺屈再回來 蔡惟傑三分球出手 進 現在這個節奏從開賽之後 該有的模式 地板給球 薩布斯瑩 這一球一靠有了 11分的差距 這球在籃球 這個腳步不錯 最後放籃差一點點 在籃底下 薩布斯瑩 漸漸地找到手感了 劉淺屈外圍的三分準備 這次要衝突 這次要衝突 沉江振 這次八秒鐘 這邊出手 進 阿神真的需要沉江振 攻到兩者夾擊 給到中間 結合雨再交球 喔 薩布斯瑩 一手接剩下28秒鐘 延長的霸下來 可是這就是沉江振 呆浦這個球交給薩布斯瑩 六個賽季時 二戰八勝 好 沈降床 蔡成功分出來 外圍劉承勳的三分進 對今天 劉承勳代替了中距離跳高 哇 這個跳得很重 上場 他是在之前副賽 比較少上場的球員 沈降床一擊之力才 一點點在籃底下這個球 再補還是好球 李莊翰 這一次的出手 雷劉承勳經過籃板球 最後在5分數放進 光芒沒有 從10在轉 這個球員要的反對競賽 M1 伊斯沒有辦法進入到禁區 被夾到 翔東廷剩下6秒鐘 拔起來3分球自己投進 這個3分球很重要 要自己打掉 帶步進來 這一球出手名 蔣賀宇 這一球飛 翔東廷再度回來之後 分球給到李宗翰 底腳位置 3分球出手 對 陳向雙這一次撥對方 要是ice踩上來 給球邊 那最後是改成了2分球 對 就直接拋上過去了 對 陳向雙 身體扛一下之後 左手的出手放進 對 劉承勳這個底腳位置 出手沒有 蔡東剛進攻籃板球 轉身卡了一下之後 後仰拋 又來了 這個球精采 蔡偉傑給到中間 對 蔡偉傑還是手 虛擁 後仰有出手 慢慢的 讓 憤力的壓得進來 這一球折走好球的 正希 側面 蔡偉傑 catch and shoot BANG 後面球被偷走了 李宗翰前面的快攻 上籃 放到籃球 另外一邊用身體來掩護 好球 李宗翰 拿給到拳匠霜 李宗翰描籃出手 進 這樣關鍵 史密斯 時間要到犯規精算 你能放 李宗翰的 真正想上演復仇 也要走到今天比賽影響 對 那這個 韋傑沒有第一時間出手 就全身拉桿 這是個好球 還是回到湖頂來 蔡晨光外圍的三分球 進 終於進了 這位之前 幾個假動作都沒辦法 韋傑開選 休 進 托凱以關暫停之後 竟然是他 淺和雨 分球給薩巴斯 雙手爆扣 給到中間 史密斯撞了一下之後 藍底下 這球進球了 托凱以後 鄭晨在分球 劉承勳 補頂的三分球 十七分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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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一直一直投進他們 劍行想要的節奏外線 然後真的 這段時間對事情 策畝 中間 劍合運 曾慕軒 中距離近 加5秒 沈降雙 外圍3分制 賽展開 劍行特大63比55 第四節的一開始是他的防守 這女生給他胖慧傑直接拔了3分球 這一球是Locky的大半 今天對於劍行最大的考驗也是在這裡 空中補籃 蔡成剛 這個 真是差不多 第一次來擊敗四星大學 外圍的3分球 王頂鈞噴出來 沈降雙外圍的3分 防守 沈起森 蔡成剛 他一起來給到十五十一空中補 綁進 確實剛剛佔領之後 陳江蘇 剛剛才說兩次的人都過 但最後 最後他後來之後 給他第三次機會 有了 謝忻大學追 沈起森給到前面潘瑋傑 這一球的上籃 一 來場是比較有力的 張俊松外向3分球 突然直接走 趕下來散客的3分盪 給到施錄欽前面空了 另外就是施錄欽 孟頂鈞 施錄欽來收身體對抗 這一球最後是旁邊 李生 要迅速的來推進 就要給到李生鑫 直接雙手扣籃 哇 李生鑫 並不能有失誤的產生喔 李生鑫 空中對抗之後 他怎麼把這球打進去了 哇 搶這個3分場是 再給你一次的機會 還是沒有進球 再撥球之後 給到李生鑫 把分數給打進去 但這一場的比 好 決定 就不做進攻了 好 那這一場的比賽 要恭喜 健行科大擊敗的 世信大學 以85比77 突破了在小巨蛋 沒有辦法跟 世信大學對抗的一個魔咒 這個魔咒先打破 這也是僅108 學年度之後 再度來重返到了冠軍賽